疫情阴霾一下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抢夺市场流量 如何最大限度的增加产品曝光 如何快速回暖让销量飙升 春天已经来了夏天快了 本期主要涉及女装和3C电子品类分析 让你快速恢复店铺元气 我们看一下虾皮印尼市场 热卖属性有针织衫 休闲裙 休闲裤 基本款 西装外套 夹克 过膝 长袖 宽松 价格建议在11美元以内 可多上薪5-7 7-9 9-13美元 这三个价格的产品 买家画像 印尼有2.6亿人口 近九成为穆斯林 穿着脚保守 那虾皮马来西亚市场是怎么样呢 可以卖一些都市休闲 常规 绘长圆领 寒白 宽松 条纹 简约之类的 价格建议在2-5美元 年龄呢 主要是在18-24岁 倾向于购买时尚服饰 对品牌没有要求 更看重性价比 我们看一下台湾市场 主要最热卖的是上衣 近期格温西装外套脚流行 长库和内衣有爆发前列 宽库和哈龙库是热销单品 畅销价格在1-4美元 喜欢日韩风格的年轻女性为主 虾皮的越南市场哪些好卖 卡通 韩风 花卉 路肩 宽松裙 长裙 派对礼服等 正常库 卡其库 巨龙内衣 隐形内衣 棉质内衣 都不错 价格在3-5美元 主要年龄是29岁的年轻女性 寒流引发粉丝经济 敲动女性购买力 虾皮3C电子哪些大卖 有利于扩大销量 让你的店铺迅速回南 印尼电子市场防水 带有GPS功能的智能手表 儿童智能手表 上胶或不锈钢材质 带有支架的手机壳 都比较好买 智能手表建议价在5-10美元 表带建议2美元以内 手机壳建议0.7-7美元 马来西亚的电子市场 据约风 防水 彩色 蓝牙 低音票 LED显示屏都不错 普通手表 建议价格在2-4美元 高端款9-16美元 耳机建议价格1-3美元 音箱建议价格2-5美元 菲律宾电子市场 LED发光 运动款 蓝牙 防水 软盘 透明 马卡龙色 卡通人物 变形式卡了OK 等等 价格呢 嗯 建议 卖家多开发3美元以内的产品 嗯 批件品类 变形式音频类 这些 措施 批件 wil 批件是 另一个 批件 还等一下 称功 然后 为什么